你要让学生加入你的课 在左上角这边一样可以点 在MyViewBoard里面一样可以这样点开 让学生扫进来 那 你要怎么去搜学生档案 你在那个这里有一个百宝箱 百宝箱里面很多东西 如果你要搜学生的作业 你可以在这边 飞机这边有一个分享档案 你点了分享档案之后 这个是学生会缴作业进来的地方 那你怎么跟他做 做那个互动 来 各位请你先扫一下 先进到我的课题 他有一个APP 如果你用APP来扫 他的效率会比较好用 比较顺畅 如果你没有安装他的那个Companyon的APP 你直接用扫码去到他的网页的 这个效能比较差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慢 比较卡 好 所以各位 有需要可以安装 叫学生装他的APP 好 各位进来之后 我们通常就会在 在这个画面会不停 所以请问 请各位同学 收集一下 比如说 请你照一下你的桌面传给老师 那你下面就会有一个那个 分享有一个小飞机有看到吗 你可以随便 分享一个照片 用小飞机丢上 现在照也可以 好 那他会这个照片就会进到 如果你的云端有连结 他就会进到你的云端上 好 好那我们老师这边在说档案的时候呢 就是从这个 刚刚讲这个地方 白宝箱里面的这一个分享档案 点进来 点进来之后就会看到大家 传进来的东西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拉出来 这就是你们刚刚丢进来的照片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搜 学生现场的作业 比如说你叫他在纸上做练习 然后直接拍照就可以传回来给你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好 那再来呢 如果你有做一些练习题 你有做一些线上测验的题目 在随堂测验这边 这边上面可以布题 比如说1加1 等于多少 我们这个通常是用手写板 或触控白板在上面写 直接布题 布完题之后呢 来各位你的 你的手机上应该有一个 选什么 什么选择题吧 还是来 找一下这个 应该是同一个地方 好 随堂测验 请你把答案 直接在你自己的白板上写一写 然后送出来 不然你就先扫这个UR code 然后写你的答案送出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各位老师陆陆续续把东西送出来 好 那这时候呢 你如果要跟同学做检讨的时候 这个就是每一个登录进来的同学 送出来的资料 所以你只要去点开他的画面 怎么样 他可以一个一个这样点开 好 就可以看到同学写的东西 好 那 对 这样子也可以去做 跟他的一个 比如说 出一题数学 叫他现场立刻写 好 然后 直接在上面 手机上传回来给你 就可以跟他做互动 好 那你也可以 把这上面这个拿掉 这里有一个问号拿掉 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你布题是布在你先前做好的教材上 比如说你这一页的教材上面 上面就已经写好题目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直接请他们作答 你就不用再手写上去 好 好 所以这个是 搜 搜那个测验题 然后这里有一个投票小考 这个是你必须先 事先制作好这些题目 那他有这各种类型 好 那各种类型你做好之后 去Play的时候呢 他的手机就一样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方式 然后他里面是可以直接对答案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不做练习 那我们给各位再看另外一家